你官邸還在台北欸 你是不是對我們所受的苦難 視若無睹 你是不是對我們所接受的在 門診外面排 在急診外面排視若無睹 雙北是不是已經在蔡英文眼中 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了 否則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什麼地方都看 疫情不嚴重你也看 小地方你也看 但他媽就是不來看台北跟新北 我們是不是髒 台北跟新北人是不是噁心 你是不是鼓吹大家要去確診 以一個當醫師的人 肝胃擋喉舌 你這樣子有沒有職業尊嚴 有種告我啊 確診人數跟最後 會受到影響最主要的兩個城市 而且佔了台灣這樣加起來 將近700萬人 台北市260 新北市400萬 600多萬人的這兩個城市的首長 你不跟他們開會 這不合理啊 我這樣講 我是台北市民 我沒有要求蔡總統 要對我特別好 但是我只要求你不要對我們特別不好 雙北台北跟新北 在這一波裡面特別被蔡英文給忽略 你去桃園看 你去新竹包那個防疫包 你有沒有來台北或新北 你都沒有 你官邸還在台北 你是不是對我們所受的苦難 視若無睹 你是不是對我們所接受的 在門診外面排 在急診外面排 視若無睹 雙北是不是已經在蔡英文眼中 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了 否則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什麼地方都看 疫情不嚴重你也看 小地方你也看 但他媽就是不來看台北跟新北 我們是不是髒 台北跟新北人是不是噁心 蔡英文不屑來這邊 不然你告訴我 你的記者會 陳時中的記者會都在台北開 結果蔡英文沒有踏上台北的土地 我跟你講 我沒有看到蔡英文最近有出現在台北的土地上 是不是總統府那一塊地不算 總統府發言人等一下就會出來發新聞稿 這個陳欣諸學人說 蔡總統去了指揮中心好幾次了 指揮中心在離子山南路 地點location就在台北 粗暴言論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對來來選人我補充跟你說明一下 蔡總統很快就會有台北市的參訪行程 那就演給你看 那早在幹嘛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早在幹嘛 你現在才來 你沒有聽懂我意思 因為你現在這個慎怒之下 等到大概7月底或8月的時候 當民進黨台北市場的那個參選人出來的時候 自然就有台北市的活動會同台 那所以我們就不能在他其他的行程裡面 罵他說趕快下台 沒有你在他陪陳時中在台北市拜票的行程 你還可以去罵啊 只是可能會馬上就被駕走 對啊馬上就被壓制 下車下車就被壓制 沒有然後打斷你的手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是養尊處優 我是屬於自降型的人物 叫我在沙場上跟人家拼真不行 林靜宜真是經典的只有黨藝沒有民意 我們剛剛講醫護現在整個被強迫 困在一個環境裡面是人不夠錢不夠 器材不夠N95都不夠 林靜宜有沒有一分一秒幫這些醫護講過話 你知道中南部有醫院喔 護理師N95醫院要求要用一年 不對不起講要求要用一週 我剛剛又看到別的字了 要求要用一週喔 幹欸 我想說一年真的蠻久的 不是要求要用一週耶 一般來講就每天換耶 他要用一週 對啊 而且 沒有喔那個 以往的話要是物資夠的時候 N95比如說早上我有手術 下午我就換了 進出一次就要換掉 結果 好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你說讓他們很操勞 你讓他們很累 那你能不能給夠錢呢 你也不能給夠錢 為什麼 因為你給的錢 是去年第二季以後都沒有給耶 你去年第二季以後到現在剛好一年 去年第二季以後是 456耶 到現在沒有給啊 那你覺得這樣對嗎 當然不對啊 但林靜宜有沒有講話 林靜宜沒有講話 他想盡特權 什麼叫想盡特權 林靜宜在那邊站著說話不腰疼 說喔你看現在瑞士呢 有些人沒有打疫苗啊 就在那邊靠免疫啊 以確診來完成抗體補充 那林靜宜你是何美香是不是 你現在跟我講這樣子的確診 完成抗體補充 你的科學依據在哪 你是不是鼓吹大家要去確診 以一個當醫師的人 甘胃擋喉舌 你這樣子有沒有職業尊嚴 我還是要說林靜宜 我隨時歡迎你告我 老子就想要跟你一起法院見 你在這邊想特權的時候 你在那邊說 喔我們做得好棒啊 台灣做得怎麼樣 欸你好意思講全民戴口罩 你黨要求大家不用戴口罩啊 我們在排口罩的時候 林靜宜有排嗎 我們在排PCR的時候 林靜宜有排嗎 我們在排急診的時候 林靜宜有排嗎 我們在排快篩的時候 林靜宜有排嗎 你都沒有 你想盡特權 沒有跟民眾站在一起 也沒有跟醫護站在一起 醫護那麼辛苦 你人在哪 醫護那麼辛苦 拿不到錢 缺乏資源的時候 你人在哪 你人在為黨宣傳啊 那請問你好不好意思 告訴我說 你做得很對 他底下有一堆網友在說 有些人就不懂得珍惜 也不懂辛苦的醫護跟防疫人員 這兩年多來辛勞 給他錢啊 你有沒有看過林靜宜 為了這些人爭取權益 沒有 他心中只有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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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人在日內瓦欸 我可不可以說一下台灣現在疫情不嚴重嗎 你今天跟我講是一個醫生出身的立委 還跟我講說什麼就像媽祖一樣啊好棒棒 那請問 你選上了 你是用這種態度來回報你台中第二選區的選民嗎 你有沒有去那邊醫院幫忙 你有沒有幫忙照顧確診者 你有沒有幫忙疏解醫護的壓力 你都沒有 你享受特權的時候衝第一 PCR84分鐘就做完 你不需要排隊買快篩對不對 你要衝急診的時候衝第一 你還呼籲叫大家不要再去衝急診 不要浪費這個量能啊 結果咧 結果你現在在國內水深火熱的時候 你去日內瓦玩 日內瓦那邊聽說滿街都是台灣的意象標誌 然後呢 然後呢 下廣告喔 下廣告喔 我們這樣講 你今天還想要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是不是我們不夠感恩 是不是我們把你選出去了 你沒有要再回來幫忙 你告訴我疫情很嚴重 大家怎麼不知道感恩呢 那台灣的疫情嚴重的時候 你身為一個醫生出身 你為什麼不在台灣幫忙 你為什麼不幫中二選區的民眾 爭取到夠多的快篩 爭取到夠多的疫苗 你為什麼不做呢 你今天就只在那邊 你站在日內瓦指責國內的人 還在那邊宣傳有些人是用確診來補充 他的抗體 幹這是什麼地方 你今天如果不是因為民進黨 什麼準備都沒做好 要快篩沒有快篩 要劈下量能量能不夠 要疫苗沒有疫苗 導致很多小朋友 在你決定要跟Omicron共存的時候 被迫結束他的生命 還好意思講 林靜宜你要不要臉 你還好意思講去年開始接種疫苗 你忘記了嗎 是不是就是你告訴我 BNT會打不完 你他媽現在BNT是不是不夠打 你身為一個醫師毫無專業 不相信科學 只為了黨宣傳鬥爭 選你出來當民意代表是幹什麼的 我選你出來當民意代表 你既不幫醫護爭取權利 也不幫你中二選區的選民爭取 你什麼都不做 給我跑去日內瓦逍遙 怎麼樣林靜宜覺得我講不對 是不是有種告我啊 我在那邊貼了一張圖 說林靜宜享受特權 你有種覺得我講錯就來告我 沒有關係 一個國家有這種享受特權的民意代表 是國家之詞 是民主之詞 你享受特權毫無反省之意 你有沒有說過道歉 你有沒有說過對不起 你有沒有幫醫護爭取到 每個人都應該要跟你一樣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